近日,宁波、鱼瑶交警大队、陆布中队接到群众举报 说是有人半夜在街上开车玩飘移,声音十分刺耳 民警立即对福某进行了呼气室酒精检测,结果属于酒后驾驶 随后民警调取了视频监控 在铁证面前,福某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福某今年24岁,江苏人,他的行为危害他人安全 最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